爱神 尼拓圣 读经 马太福音22章37-38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借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在几个月前 福建有一位西国教师死了 我曾说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 他是在主里一个顶身的人 我因知道他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就想替他写一本行传 因此征集他平日的奖章 零片、段稿等以便编辑 几天前 从福建寄来他的一包东西 其中有一纸写着寥寥几句话 是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你有一个命令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哦 这是何等的身 我不知道 有几个基督徒会说 神啊 我感谢你 以你有一个命令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是的 我们都是信徒 因此 我们都当爱神 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宗教 向基督教说爱神的 爱神 是基督教所独有的 圣经上说 信字的有永生 信就够了 没有说到要尽心相信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就有永生 没有说到尽心相信 但是 爱神是要尽心 尽性、尽意的 这是借命中的第一 就是 无论放在那里 这总是第一 且是最大的 就是 无论放在那里 这总是最大的 我们今天要赞美神 祂命令我们爱祂 神喜欢我们爱祂 这与祂有益 信主的有永生 这是我们的益处 神不只要我们信祂 并且也要我们爱祂 爱神 是神的益处 我们如果爱神 我们就要有 何等的光景呢 我们要看几件事 约一二章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可见爱父的心 是一种东西 可以放在里面 也可以跑出来的 让这爱父的心 放在里面 就能爱父了 许多少年人 舍不得世界 聚会时 被人激励时 好像要不爱世界了 但是 另一时候 好像同世界 是不能断缘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 更好的在里头 爱世界的心 才能丢下 有一次 有一个图画展览会 许多画要远看方好看 其中有一张 要近看方 能得着其中的意思 这一张画 是指着基督徒的 一种寓意画 画着一个小孩子的 周围地下 都是些小孩子 所喜欢的玩物 但是这个孩子 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却是两目 注视着面前的窗户上 两手也向前伸去 远看时 令人莫名其妙 细看时 才知那窗户上 有一美丽的小哥 画上注着说 这个小孩子 因要得着那美丽的小哥 所以把所有的玩具 都丢在地上了 从这张图画的故事看来 是因着要得那更好的 所以才把那些 刺好的摔下 神从来没有 叫我们摔掉什么 神乃是把更好的 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如果要去得的话 就自然会把许多 都丢弃了 有一个少年信徒 同我住了两个月之久 他说 他不能丢不世界 他对一老年信徒说 世界的福 你想过了 所以你能牺牲 但是我不能 这个少年会信神 但是他不会爱神 我们要知道 信神可以拯救你脱离罪恶 爱神才能叫你脱离世界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让神的爱 进入我们里面 神的爱一进入 世界就不知溜到那里去了 约一四章二十节 人若说 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这一节圣经 是许多人顶熟的 也是外教人都会引用的 但这一节圣经 不是说爱你家里的弟兄 乃是爱你在基督里的弟兄 许多人的态度 行为 叫你不能爱他 但是 神的爱 如果进到你里面 你就能爱他了 不是爱你们所爱的弟兄 乃是爱弟兄 不是爱那些可爱的弟兄 乃是爱弟兄 如果你不会爱弟兄 你里面就还没有爱父的心 如果你有了神的爱 你就不能不爱弟兄了 有某人 他的父亲被人杀了 他定义要报这杀父的仇 但是 他是一个真基督徒 有一天 聚会地方有薄饼聚会时 聚会的人 围着一大圆桌坐着 正好 杀他父亲的那个仇人 就坐在他旁边 他就离席到外边去 他里面起了交战 是杀他呢 是进去与他一同破饼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给他看见基督的爱 他看见自己原是神的仇敌 基督还救了他 他被神的爱融化了 就把眼泪擦干了进去 与他的仇敌一同破饼 当那人出去的时候 他不看他是仇人 乃是他在主里的一位弟兄 所以 我们如果真有神的爱 就能爱一个不可爱的弟兄 约一五章二至三节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为什么爱神 就能遵守他的诫命呢 我们可以看约翰十四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爱主 我们必定遵守他的诫命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谁能说 我所知道神对我个人的命令 我都遵守了呢 不知道的不必说 已经知道的都遵守了吗 有了神的命令 意思是把这些命令去找出来 多少信徒怕神对他有命命 他好像要塞住耳朵不听 我们应当知道 不止神命令我们时 我们应当遵守 并且我们还要去找神的命令 既找出了 就要遵守 找神的命令 就是体贴神 这样 就是爱神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是说 我们爱神所得的好处 我看见神 许多出名的儿女 但是 我没有看见 几个是认识神的 许多人会读经 却不认识神 虽明白圣经 却不晓得神的大能 有的人虽然讲到 自己还不懂所讲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主没有向他显现 就是主在他面前 若没有主自己的启示 他仍不能认识主 但是 许多人没有主向他显现 就是因他不爱主 不遵守主的命令 世上只有一种人 是爱主的 就是忠心的人 你若要找顶 认识主的人 并非在顶大顶 有名的地方 去找 往往在一辟处 或者在一间房子里 有人在那里服侍神 当你见他的时候 你要看见神在他那里 有人使我一见就佩服 有的人有热心 有的人有才干 有的人为人顶好 真是谦卑温柔 但是不一定 从他身上看得见神 有人问到我 某教室有什么长处 我说 每一次见他 都引起我觉得神 这是神的启示 你们记得 那个书念的大户妇人 对她丈夫说 我看出 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以丽莎有什么 给这妇人看见呢 她没有行神迹 每一次她来 不过给她觉得神 弟兄姐妹们 我们爱神的显现吗 如果爱 我们就当用各种方法 去找神的命令 并且遵守神的命令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神和基督 是与信他的人 同在 但是 神和基督 是与爱他的人 同住 不止同在 并且同住 同在 有时是不觉得的 当你忠心寻求 神的命令 什么都不顾时 你就要得着 主与你同住了 约翰十五章 九至十节 你们要藏在 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 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什么叫 藏在主的爱里呢 当我们出德旧时 我们真觉得 主是何等爱我 但是 到今天 不觉得什么了 虽然仍然会说 主的爱何等深 但是 不觉得什么了 如果 藏在主的爱里 就要 藏觉得 主的爱 藏在主的爱里 就是给 主机会爱 换言之 就是在 主爱的周围里 当人反对你 厌弃你时 你就真知道 主是如何爱你了 我们常找出 神的命令 常遵守 神的命令 就藏在 主的爱里了 主有一刻 不觉得 父的爱吗 他时刻 都在 父的爱里 这是 因他 遵守了 神的命令 要藏在 主的爱里 就得 常遵守 主的命令 神的爱 如果在我们里头 就顶难顶难的命令 我们都能遵守 有人因 爱神的缘故 撇下了父母 有的人 撇下了妻子 有的人 撇下了地位 有的人 撇下了名声 是因 有神的爱 所以他才能 罗马八章 二十八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这一节 许多人都晓得 唯独有一种人 能得着益处 就是爱神的人 如果你不爱神 就恐怕 没有一件事 给你效力 神没有改变万事 神乃是 改变你的心 如果你爱神 就虽然万事 仍是那样 却与你有益处 有时我们一碰见什么 就觉得可怪 东也怪 西也怪 如果有了爱 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即使环境 叫你不满意 如果你爱神 就都有益处 林前二章九至十节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在这两节里 我们看见什么 神为信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永生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将来的 这将来的福 唯独爱神的人能知道 如果有人说 他看见了 怎样怎样好的东西 但是那东西 还不及这个 因这是人眼睛 所未曾看见的 如果有人说 他听见了 怎样怎样好的东西 但是那东西 也不及这个 因这是人耳朵 所未曾听见的 如果有人想到 极顶好的 想到再没有 比他好的 仍不及这个 因这是人心 所未曾想到的 但是这样一种人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也未曾想到的好 唯有神的灵向 我们显明了 换一句话说 一个爱主的人 能在今生 就享受人所 未曾看见 未曾听见 未曾想到的好处 神把他的荣耀 向你显明时 你要说 哦 这是何等的快乐 天上的荣耀太多了 你好像受都受不住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真为主吃苦 真肯出代价 走这条道路 我们要爱主 好让主的荣耀 向我们显现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许多时候 我们想要得 一生命的冠冕 不知要做多少的工 但是在这里 要得生命冠冕的 有一条件 就是爱主 弟兄姐妹们 我们对神太缺乏爱心了 好像我们已失去当初的爱心 这是顶可惜的 约翰二十一章 主对彼得说 你爱我吗 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如果有人真爱主 他就必顾念到人的灵魂 绝不会爱主 而漠不关心人的灵魂 你的工人 亲属 凡你所接近的人 你总不能不爱他的灵魂 约翰十四章二十八节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我们爱主 不但爱弟兄 遵守神的命令 并且要因主耶稣 道父那里去而喜乐 换一句话说 你必定因为主耶稣 道父那里 得着荣耀而喜乐 这太深了 许多人都不明白 主升天道 亦比他更大的父那里去 得有何等的荣耀 如果不明白这个 就不会敬拜神 我们当然愿意 所爱的人得着荣耀 我们如果爱主 就必定要因 主道父那里去而喜乐 马太十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她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读了这两节 叫我们知道 唯独不顾一切 才能更爱主 某信徒说 敬拜时 不只要知道神的伟大 并且要知道神的可爱 这是顶通的话 我们来到他面前 是因他可爱 所以亲近他 神怎样爱我们呢 有顶多的圣经 说到神爱我们 就着他对个人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就着他对团体说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罗马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约一四章十节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神爱我们 就是拆他的儿子 替我们死 除了十字架以外 没有爱 主怎么要我们 一礼拜 有一次的剥饼呢 主是不要我们 离他太远了 好像我们要忘了 所以他又把我们 拖回来 我们如果记得 我们做罪人时 是何等苦 主就我们的恩 是何等大 就怎能不爱主呢 以色列人在旷野 纪念到埃及的韭菜 黄瓜等 他们竟忘了法老王的虐待 竟忘了在埃及 做奴仆的苦处 竟忘了神将他们 从那样的苦难中 救赎出来 因此 他们的心 好像舍不得埃及 我们如果忘了十字架 也就要忘了神的爱 忘了神的爱 也就不免想到世界了 我们怎能爱主呢 我们读路加七章四十七节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我们如果记得 我们的罪是怎样得了赦免 我们就不能不爱主了 如果十字架有一天 不会感动你了 那一天 你就已经堕落了 罗伯斯先生 因他不能接受 十字架的感动 而哭了几个月 直到神感动了他 因此 威尔斯就有了大复兴 到今天 还没有比那一次的复兴还大的 那个女人 怎肯用泪洗主的脚 用头发擦主的脚 用口亲主的脚呢 因他记得 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 所以才能这样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站住在十字架下 就是你以后的灵性 比今天再强一百倍 也请你记得 你的罪恶是如何得了赦免 林前十六章二十二节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足可咒 主必要来 这是顶严重的话 如果有人不爱主 这人是可足可咒的 以福索六章二十四节 并愿所有诚心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这里说 神给恩惠与什么人呢 就是给诚心爱主的人 如果人问你是信主的吗 你若答应 说我是爱主的人 全世界的人 都要觉得稀奇了 笔前一章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这里是说到 因信他 所以爱他 这样因信他而有的爱 就生出什么来呢 就生出喜乐来 这喜乐是大的 是满有荣光的 弟兄姐妹们 末了 我要向从前那位老年人 对那与他告别的青年 所说的话 但愿你做主 耶稣一个热爱的情人 作嘢